很荣幸有邀请到我们治安处的处长 简宏伟处长 他在我们HECON筹办的过程中 也给了很多的建议和指导 所以在就任治安处的处长 其实规范了很多国家层级的一些 安全的基本方针政策和重大的一些计划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演讲 主要是探讨台湾 大家都知道我们由于有很独特的一些 政治的一些地缘关系 所以我们也遭受到很多独特的网络攻击 所以今天的议程 除了防御面向之外 我们更会扩展到策略和思维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会从国家层级去评估 这些网络攻击修复的成本与效益 我们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资安的一些问题 现在就交给简宏伟处长 让我们掌声欢迎简处长的演讲 非常谢谢刚才的介绍 其实我一直在想说 今天要跟各位谈什么 那坦白说 这个简报我后来其实准备了比较长的时间 一直到今天早上都还在想 想的不是它的内容 而是想说怎么跟各位做说明 那这个是在Heat Camp上的大纲 其实我想问各位的一件事是说 各位认为的所谓国家层级的威胁是什么 各位的想象可能就是一堆网军 然后透过其他跳板来攻击台湾 然后各位会想知道的是说 好那从政府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是哪一些 我会不会指名道姓是哪一个部队 我会指名道姓是来自哪一个国家 好那坦白说我不会跟各位谈这一些 那当然有一些是有它的敏感性在 那各位也知道 其实在网络上你不会有百分之百的精准 你不会百分之百说 我百分之百的确认这个是谁 通常我们的讲法会是说 我有高度的信心 它是来自哪里 那我更想跟大家谈的 其实在于防御跟策略跟思维 攻击与否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成功 那什么叫做国家级的威胁 各位我们来看看 这个 各位会认为这没有什么 这不会是国家级的威胁 这个是日本 在2017年的时候 一个日本人 那为了表达对台湾的一个感谢 那所以他去跑 跑出这个图形 跑出这个图形以后 那呈现的是日本爱台湾 各位觉得这没什么 这跟自然没什么关系 好来 那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下一个 同样的一个做法 在这一边 咦 好 在这一边 那个是宜兰监狱的地形 的一个地图的道路 它是怎么出来的 跟刚才一样 是走路走出来的 因为里边他运动 然后上健身的APP 就把这个地形给画出来 那在黑色的地方 这是外国的杂志的报导 那利用这个一样的健身的APP 其实你不用Google Earth 不用卫星 你可以把军事的地形造出来 再譬如说这个 这个是在中东地区 一个冲突地区 它的营区的地图 所以其实我用这个 跟各位在讲的一件事 是在于说 什么叫做国家威胁 什么叫做资安 什么叫做个人资料 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都是联合在一起的 所以为什么从2016年 政府就一直在讲 资安及国安 其实充分体验到 资安 国安 个人资料的安全 其实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从刚才第一个这边来看 你觉得没有什么 好 接下来监狱的地形图 社会安全的议题就出现 接下来军事地区图 其实国家安全的议题就出现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从资安处的角度来讲 国家安全 社会安全 个人安全 其实它是一贯相承的 不会因为说 好 这个议题是只有在个人安全 所以我们不处理 好 个人资料的外泄 其实它影响到的是什么 从社会安全面 诈骗 从国家安全面 它可以做profile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都是同样一件事 那我们来看看 各位请问一下 你们有规定 讲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吗 可以拿下 对不起 因为我快不能呼吸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才赶路的时候 比较喘一点 那所以其实我们来看 2020年其实的这件事件 从1月开始 我们去看 其实每个月都有一些重要事件 包括对经济的影响 像伦敦外汇交易 包括对选举的影响 包括对这个BGP劫持 这个蛮有名的 这个从最底层去做劫持 你怎么做也没用 那包括对欧洲电人 组织办公室的影响 好 等等 供应链的安全 然后还有包括 这一些机敏资料外泄 然后包括利用区块链技术 来建制僵尸网络 包括窃取比特币 DOS攻击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 我想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其实这件事件频传 你怎么去判断 什么叫做国家安全 我们从刚才的每一个来讲 其实这影响到 尤其像能源 金融 其他影响到 都会是国家安全的议题 比如说 因为你的 利用你的这个治安事件 造成经济的崩溃 是不是国家安全事件 是 所以在治安来讲 我们更强调的是什么 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 那这个是在2020年 SolarWin 这每个人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这是委外供应链的问题 那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是最底下那一行 从入侵到知道 他被受害的整个时间长达一年三个月 所以其实很多的人 很多的长官都要求我们说 当发生这件事件 我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告诉他 来自哪里 其实我刚才说 基本上不管是谁 你要做溯源的追踪 起码都要几个礼拜以上 那2020年 中国的ABD骇客 锁定日本的组织发动攻击 那而且他攻击不止针对日本 那针对这个日本的公司 在其他国家的分公司 2020年 加拿大政府的网站遭害 造成凭证外泄 2021年 美国进水厂遭害 造成这个 加入那个添加物 超过上限 那如果流出去 其实会造成生命的影响 那 各位我们从这样一个一个看下来 都是自然事件 可是刚才我们所提的 影响道德是什么 其实不只是社会的安全 社会的稳定 还包括人民的生命财产 那 我们从佛舟这个事件来看 它有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 坦白讲没有 过时的作业系统 没有Page的软体 公用密码 没有放过墙 公用密码 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资安领域 大家都很清楚 不要公用密码 那 为什么公用密码 好 那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 其实资安的防护 坦白说 很多都是落实的问题 资安的攻击 坦白说 至少 我们看 国外的一个资安专家也讲过 你真正利用 Zero Day的攻击的比例 其实并不高 很多都是一般性的 那最近 昨天 一个资安公司对外的发布 他也说了 当他们的统计 八成的 具有漏洞的网站 不到24小时内就会被攻击 所以其实 这些东西一直都存在的 然后接下来 今年最大的一件事 美国油管遭勒索软体攻击 结果这个软体攻击以后 美国政府开始发布 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 视同恐怖攻击 然后开始追索 然后警调全部进来 最后 当然有追回了一些比特币的部分 好 那 所以从这些来看 这个也是一样 好 监控系统 好 遭受攻击 然后整个就被takeover掉 好 所以从这些来讲 这些到底是社会安全 还是国家安全 好 所以其实 前面这些其实是开灰菜 跟大家分享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什么叫做国家安全 其实你要做到 这些每一件事 都能够稳定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 我们的对象是谁 个人本身资料的保护 对政府本身 政府资料的保护 还有呢 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 通过自通安全管理法以后 非常重视的一件事 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 在台湾 我们定义了八种关键基础设施 美国定义了16 日本定义了13 还是两个刚好颠倒 那各位可以去看 在目前来讲 只要是有订定 资安管理法或是相关的 对等的法律的国家来讲 关键基础设施防护 一定是它里面重中之重 那为什么以前都不去谈这些事 其实以前认为这些事不可能 只是在电视上会发生 可是实务上 它是开始越来越多 持续在发生 那如果我们看世界经济论坛 它针对2021年 其实这个资料有点旧 不过2022的好像没出来 那它针对全球风险的报告里面 可以看到 资安防护的失效 发生的可能性非常高 那它发生的影响性非常的大 随着网络越来越普遍 随着物联网的普及 如果你没有好的一个资安防护 你等于是帮攻击者 铺了一个康庄大道 让它可以毫无禁止地 进来做攻击 我们在做机核的时候 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 我们看到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坦白说 印表机没有做设定 现在印表机通常是多功能事物机 那很多它为了省钱 它同意厂商用远端进来做维护 然后呢 远端可以进来做维护 印表机会不会连到整个内部的网络 会 那这些大家会不会认为是一二三 资安一二三不应该发生的 各位可以去看看你们的公司 有没有发生 cost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不会在那边讲说 资安必须无限上纲 资安必须做到百分之百 但是我会讲的是说 你要把资安做好 要基于风险的管理 风险的考量因子中 就有包括到资源的分配 不要用一千块去保护十块钱 可是你可以用一百块去保护一千块 这个才是一个资安的一个概念 所以基本上我把资安分成国家层级的资安 政府跟社会层级的资安 以及个人的资安 个人的资安回归个人资料保护法 国家层级的资安回归国家安全法 政府跟社会的资安就是资安管理法的范围 而在这每一个里面考量的因素不同 在国家安全的领域 的确它必须做到百分之百 就算是用一千块保护十块都必须 但是在政府跟社会这一边 你要考量的是一个风险的管理 你用一千块去保护一万块是OK的 但是不要用一千块去保护一百块 当你的环境不方便 当你的环境因为资安而必须做 种种限制让你的同仁不方便的时候 生命之会找到出路 它会找出各种奇奇怪怪的路 我们在一些地方看到过 因为内部网路严格禁止把资料送出去 各位可以想想看 同仁会怎么做 不是用USB哦 它用手机 台湾的手机的覆盖率非常高 直接就传出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良善的一个管理 那如果我们从整个国家 从国际的资安战略来分析 其实政府跟产业之间 彼此是要合作的 资安这件事绝对不是政府一个说的 就可以做得好 那其实政府跟业界 必须要好好合作 政府要做的什么呢 包括防御 应变 复原 这是政府该做的 那业界可以做什么呢 业界可以帮忙让这个产业起来 包括物联网安全 然后整个产业的资安环境 我在讲的不是只有资安产业 而是所有的产业 各位有没有想象过 我们一般平常在讲说买一个防火墙几万块 我买一个软体几万块 一个月几千块的license fee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台湾的企业的环境是什么 大部分是中小企业 你要他一个月花一千块做资安 对他都是cost 他们能够接受的搞不好一个月是五百块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资安产业 你怎么用五百块帮一个企业做好资安 你的策略是什么 而这些其实你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每一个企业自己把资安做好 整体的安全防护就会好 这我们最常讲的木桶理论 那产业的部分 更要去做的其实是资安意识的提升 怎么提升资安意识 等一下跟各位分享 有些各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就真实发生 而在这一个政府跟产业合作的过程中 怎么要确保供应链的安全 这是现在每一个国家都在谈的议题 而在台湾 我们从去年开始 就发现到攻击政府的比例降低 但是攻击政府的委外厂商的资安事件越来越高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这个公司 它乘坐十几二十个政府机关 它只要攻破一个 十几二十个机关就进来了 它不必一个一个去攻击 那接下来呢最重要 我一直认为是重中之重的 是人才的培育 怎么样把人才培育出来 那像现在我们开始于创造需求端 包括像最近几天新闻在讲的 未来上市归公司 依照不同等级必须设资安长或资安单位 那政府机关在资安管理法里面要求 ABC级必须有资安者的资安人员 421人等等 那我们明显看到的其实是人才的不足 而这个人才不是政府机关跟民间在竞争而已 没有 这个人才的需求是国际性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的能力非常好 其实不只政府跟产业会来挖你 甚至其他国家都会来挖 所以其实现在的人才竞争 其实是世界性的 那怎么样我们把这样的人才培育起来 这都需要跨部位的合作 而我跟很多政府的同仁在讲的 资安世界越来越多 为什么 越来越简单啊 各位想想看 在以前你要成为一个攻击手 你要懂很多东西 而现在呢 不用 只要你找得到门路 这个是Armor 在2019的一个黑市的报告 凡世界有价 你要买什么东西都可以 它形成另外一种经济 所以其实现在供给越来越多 是因为工具随手可得 有人专着在分析怎么去做攻击 产生出这一些攻击工具 有人只要花钱就可以去买到 所以攻击事件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 攻击的事件只会越来越精准 不会越来越简单 那我们看看其他国家 那台湾有什么不同吗 好 这个在一两个月前破获的 那行事局破获 有小白鸡 卖所有的个资 他的个资来自暗网 来自跟管理员 社区管理员 请他提供来自很多的地方 到处收集 那各位也许会觉得说 哎呀 真糟糕 这些公司没有把我的资料保护好 都卖给人了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个资 是不是真的保护好 譬如说在网路上办一个活动 你就写了一堆个资出去 你也没有看他底下的负责 那在路边 好 人家跟你做问卷调查 你就把你的个资写出去 所以如果当我们自己 都不能把自己的个资 保护好的时候 你怎么去要求人家 保护好你的个资 所以我一直认为 个资的保护 其实是从你自己开始 不要把个资随便地用出去 那所软体 各位也许觉得这个很旧 2017年Wanna Cry开始到现在 那所软体已经变成企业化经营 那各位也知道 Ransomware Ransomware has service Ransomware 本身也形成一个生态链 越来越多 那它的目的 除了经济的利益 政治的目的 还有它有的 其实是伴随着混合式的攻击 从Ransomware进来以后 在大家处理Ransomware 的时候 去做其他更大的事情 有没有例子 有 远东银行就是这样的例子 它利用Ransomware 造成大家的慌乱的时候 它把钱转出去 那供应链持续发生 而整个供应链非常的长 从开发设计交付 一直到后续的维护 那你怎么去确认你整个供应链是安全的 防跟 防守跟攻击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 攻击的时候 你只要100公尺中 有一公分的漏洞 有一公分的破洞 你就可以攻击成功 但是对防守来讲100公尺 你必须确保100公尺都没有问题 这难 所以我们才会谈众生防御 我不把所有东西压在第一线 我可以允许前面有漏洞 那我在第二层 第三层去做防护 所以其实我们从防御的概念来讲 都是众生防御的概念 那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 一旦我们把那个名称都拿掉了 实际案例里边 那因为政府机关这边该做都做了 所以他进不来 所以他从厂商那边进来 那这个厂商也是混 那政府的机关当然也是混 这个厂商呢 他跟这个政府机关有一条VPN的连线 这个连线呢 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到最后人走了 没有人知道这条线 大家都只知道电脑开机 他自动就会连线进来做维护 可是都不知道这条线在哪里 也不知道谁在管理 后来去查了以后呢 这一条连线好不容易找到 然后账号密码是这个群组里边 所有的同仁都共用的 所以是不是该死的问题 所以各位会常发生 我们常看到的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 那DBR这去年底发生的 那有很多DBR 它的密码是可以被找到的 甚至有的呢 它里边认体是直接把账号密码写在里边 你连改都没有办法改 所以这就回到我刚才在讲的 当你的资案没有做好的时候 你联网的设备越多 你越是铺了一张四通八达的网络 让攻击者可以随意到达他想要的地方 而这个的可怕是在于 以往只有在IT的系统 而现在已经都扩散到OT的系统 那我们的现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从政府这边的现况来看 很多人都觉得说 政府做得很不好 做得很烂 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样 资农安全管理法在108年1月1号开始实施 我们把所有的政府机关纳入管理 当然还有博英事业 关键基础设施服务等等 以往在没有资农安全管理法之前 纳管的对象大概2000多 因为那时候只管ABC 但是你有罚以后 你必须所有的公务机关都管 所以我们把它开到ABC第一级 那A级是最重要的 就是具有核心的系统或资料的 那我们从实施以后 目前纳管的对象总共有7000多个机关 那还包括中央地方 还有特定非公务机关 这个随时都会变 那我们去看看这案事件的统计 我们这案事件分四级 一级是最轻微的 比如说网站被变更 资料被篡改 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四级是最严重的 是造成整个国家无法运作 那我这边只秀了 从资案管理法施行以后 各位可以看 108 109 110年 那问各位 这有什么意义 各位会觉得说 资案事件好像越来越多 很糟糕吗 不是 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解读是 政府机关守法 以往发生资案事件 它不一定会通报 而现在都会通报 因为法律要求它通报 资案事件有通报 是件好事 所以我常跟各机关讲 当发生资案事件的时候 其实你要鼓励通报的人 因为只要有人通报 大家就可以做防护 所以像我国第一次 券商被攻击105还106 那个时候其实是券商通报 那当我们知道情况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协调相关的部会 开始做联合的一个防御 所以资案事件 通报的事件多 这个不是坏事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从109年来看 政府机关的 三级的重大资案事件 就是刚才这边讲 三级的 11 9 11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109年 有9件重大的资案事件 其中有两件 就第六第七 是真正骸客入侵的 另外的呢 各位可以看到 6件是人为疏失 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设备的问题 为什么要拉进来 要 因为从资案来讲 我们通常讲三个性质 其中一个是可用性 硬体设备故障造成不可用 也是资案事件 所以他通报了 这个是好事 那我们来看109年 其实大部分的人为 术师都是什么 资料外泄 为什么资料外泄 很多啊 他有一些 因为那时候要求 要做实验制 所以很多机关 他就用Google Doc 去让人家填 但是呢 大家只看到Google Doc的好处 他忘了什么 去设定 他没有设定为 该有的权限 他设定为Public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先前谁登记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资料就全部出去了 所以看第一 第二 还有这个 第四 第五 第八 第九都是 第八是个比较特别的 是操作不慎 就是同仁 他要记东西 不小心 把个人资料的档案 记出去了 他记错了 就这样 然后记出去 就所有人都收到这些资料 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发现到 政府机关很多资料外泄 通常都是管理的问题 都是不注意的 而这些资料就跟着出去 110年到8月底 其实到现在差不多是这样 11件三级重压治安事件里边 除了两件是设备问题 9件全部都是人为疏失 而这人为疏失里边 造成的影响都是各自外泄 而这9件里边都是哪个体系 教育体系 所以我认为 这个才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如果我们政府机关 如果学校的整个体系 都没有办法把自己做好 那你怎么能够去阻止资料外泄 那我们何必再去谈 怎么样做防护 各位会觉得 这些事件好像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没有入侵 没有 纯粹都是设定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是今年在6、7月的时候 我们追到的一个案件 这是一个集团利用暴力破解 登入这个mail server 然后把资料拿出来 然后利用这些资料 去做其他用途 包括钓鱼 包括勒索信件的寄送 而这些邮件的账号密码都是对的 好 我们后来去看 去查以后 有34个机关 190组的账命遭窃取 我请他们把十大密码列出来 就是这里边的 我没有讲先前几亿笔资料 就国外几亿笔资料外泄 没有 我们只谈这一次 各位看看 这些讲多久 我们的密码是什么 第一个 密码跟账号一样 最多的 接下来密码是123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不会讲密码要8码吗 好 来 接下来第三个 好 这个比较好一点 123456 好 第四个 我8码 而且我有英文数字 我有英文大小写 还有数字 AA123456 然后第五个是很离谱的 000 那各位觉得第七个好像不错 对不对 EQAZ 小老鼠 WSX 各位看一下你们的键盘 这个还不容易拆吗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遇到的 政府机关很多的事件 大部分的噪音都是来自这里 那各位会觉得这个无关紧要 没有 这些事件都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包括入侵更严重的系统 包括它进了一个系统以后 进到内网取得AD 扩散出去 很多个大事件都是从这边开始 所以我们面对的威胁 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那我们常常在讲攻击攻击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 到底我们面对的是谁 难道每一个攻击手都一样吗 没有 其实跟现实的社会一样 入侵者有分组织型跟非组织型 非组织型就是孤狼他自己做 譬如说他自己拿到城市 就去入侵 试着尝试去偷 试着去攻击 这种个人的 其实我认为是 你自己本身的治安设定要做好 那如果真的有造成损失 其实紧掉 你可以去报案就可以来做 那我们比较focus的其实是在组织型 那组织型又分两种 一种是骇客的组织 对比到现实社会就类似黑帮 组织型犯罪 包括像Darkside R-Evil 这一些其实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这一类的 其实我们这边 就会开始去做协助跟处理 那但是这一类的 我们基本上还是保持比较被动的 我们比较关注的其实是在国家型的 国家型的这一种攻击 这一种攻击 那从国外的资料可以看到 通常只称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 那以前的话就还有一个伊斯兰国 那目前大概伊斯兰国就没那么多 那从组织型的这一种 网军真正的网络的作战部队 坦白讲 各机关是挡不住的 那这时候要怎么做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 包括我们 包括国安体系 大家联合来组成 这个时候 才有办法去应对 而这个应对不仅仅只是 阻挡它而已 而是希望把 冲击降到最小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会认为才是 我们要花更多 很多的心力去处理的 是这种组织性的 国家型的组织的这种攻击 那它的动机 不外乎政治目的 经济利益 个人名声 个人名声各位也很清楚 尤其是非组织型 个人型的 很多它为了彰显它的厉害 它就去做 我们从2015年 我们就一直在观察 每次当有社会重大议题 其实我们就发现到 攻击就变多 这以去年为例 去年为例大概有三波主要的攻击 包括年初的时候的疫情 包括年中的时候的总统就职 包括年底的国庆 那我们在看520期间的时候 这边的量不多 各位会觉得量很少 没什么 没有 我们这是从最上面去挡住的 所以我们在上面挡住 它不会往下扩 我们的概念都是 尽量越往上去挡越好 不要到它底下扩散 才去处理 所以我们在源头去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 在去年520的时候 它分三波攻击的行动 第一波其实是5月18到19 那时候针对国安体系 第二波针对府院 第三波是针对卫府体系 从这一边 我们去看它的整个攻击的一个分布 其实到5月20的时候是最高 那这些如果你不从源头攻击 你要到底下再去处理的时候 你会花太多时间 你的CP值就不高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的 这也是为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去处理 主动式防御 我们就希望不要到后端来处理 我们希望把整个防御阵线往前推 我们希望把攻击挡在国境外 不要让它进来 那如果进来的时候 能够快速地知道 那这些其实有涉及很多技术的部分 包括你怎么溯源等等 那我们再举109年终于有来案子 大家从新闻上都有看到 大家看到的时候 大概都是2020年5月4日那时候的事 可是后来去追索 其实2018年就有了 2018年的时候 他有出现恶意城市 可是同仁没有注意 同仁他没有aware到 这是一个治安的意思 那在2018之后 他就潜伏了 2020年3月的时候 他开始启动 他在做尝试 那这时候内部有没有警告 有 但是太多的警讯 把他埋掉了 所以没有去注意到 然后19做了测试 而是大量异常连线 那这时候 他们稍微看了一下 还是没有再去处理 然后3月23 开始被植入后门城市 大大的用cobal strike 这个是现在非常多 所以现在很难去判断来自哪里 因为很多都是用cobal strike在做 跟以往不一样 以往你可以根据pattern去找 现在其实这个pattern的特殊性 相对越来越少 那到5月4日 他们登入AD 然后把policy送出去 整个内部就开始 瞬间全部被感染 他可不可以被 这件事可不可以预防 可以 那不过中油在发生以后的 处理速度非常快 他们在几个重点 第一个OT没有影响 所谓OT就不知道炼油 什么这些没有影响 这是好事 它只有影响到IT的部分 第二个他们所有的电脑 所有的server全部重管 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内 全部做完 我们谈的不是十台电脑 我们谈的不是一百台电脑 我们谈的是几千台电脑 包括伺服器 伺服器也有几百台 所以他们一个礼拜内 全部处理完 那政府这边怎么做呢 我们在5月5号开始 把这个资讯 跟其他的关键基础设施 提供者做分享 那要求其他的关键基础设施 提供者根据这IOC 去检查24小时内回报 所以大家24小时内回报 所以在后来 我们本来很担心 还会有第二波攻击 可是后来没有发生 那到底是没有第二波攻击 还是我们阻止的第二波攻击 这个已经不可考 但是好事是没有发生 那我们去看整个中游的事件 其实一样 很多东西包括盘点位落实 架构不好 内网其实通常没有什么防护 大家都把重兵放在外网 应变的时候 缺乏一个SOP 那问题的根据是什么 其实我很喜欢用这个 这是我们今年在网络工坊演练 跨国工坊演练 实作的时候我们的一个 用的一个海报 其实从2003年 这些关键基础设施 就陆陆续续有传出 2014年以后 其实就越来越多 在整个关键基础设施的 可能入行管道 其实跟IT不一样 IT其实连在Internet 这些OT或ICS 公共系统 它其实都是跟一般的网络不相容 可是现在慢慢很多人发展出来 去借接OT跟IT的界面 而这个部分当你没做好 这个界接的点 就变成攻击的歧视点 这张图其实要表达的是这件事 所以我们去看整个政府机关 整个威胁情势 大概就这几件事 APT的电邮 电子邮件 大家没有正安意识 常发生 第二行动设备 第三个还是各自外泄 那接下来厂商的疏忽 最后一个是没有事件保存 我们在追索事件的时候 其实常遇到一个困难 就是大家没有保存记录 所以你可以把攻击挡掉 你可以把系统回复 但是你没办法知道 它来自哪里 那所以你回复以后 它持续又被攻击 为什么 因为没有记录 好没有记录 所以你没办法做进一步分析 那所以我们后来 现在要求每一个机关 必须把记录保存六个月 各位会觉得保存六个月没有什么 那个都要经费的 你要储存这些log 这些都是需要资源来投入 那在问题跟对策部分 我们发现到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包括治安法 实施了 可是还没有完全的落实 那我们希望让它更落实 被动的治安事件攻击 我们希望转成主动 就主动设防御 关键基础设施 我们现在建立联防体系 一步一步在做 还有长路要走 那人才跟国际化 是坦白讲是现在最弱的 尤其在人才的培育的部分 这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的 这个不是只有政府这一边 那我们针对各关键基础设施领域 我们有发布一个防护的建议 那请关键基础设施的主管机关 要去订定 目前经济部 卫福部 交通部 其实都有在订定 那它所管的这些关键基础设施提供者 就要必须去做 那这个众生防御 整个政府的网络其实类似这样子 一层一层下来 不会是直接放出来 那整个政府机关都在GSN政府网络上 那我们在整个政府网络上 去做整体的一个防护 好 那可以怎么做 来 刚才听了半天 各位 政府可以怎么做 好 我们很快看一下 加强资争准备 漏洞修补 备缘 记录保存 黑名单部署 监控 交库强化 远端存取 禁止存取 不要使用大陆的品牌 好 这我们有测过 有一些问题在 不要用身份证作为使用者账号密码 要落实验证 好 各位觉得呢 这些不是一二三吗 那为什么还是会发生 好 所以在资料安全管理法里边 我们把所有政府机关纳进来 做一些管理 他必须要做通报 好 那而且我们要去做集合 但是再好的制度 再好的制度 如果你自己在管里面没有做好 其实都没有帮助的 所以为止提出这个问题 刚才讲的密码要设好 刚才讲的这个 不要用身份证当账号密码 那不要用公务的电子邮件 去申请外面的服务 这些不都是ABC吗 那为什么还会发生 为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 其实电子化政府在台湾 其实推动了快二十年 其实台湾的电子化政府 在国际是有名的 之所以可以做得那么好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 资安的元素一直是在里面 我们在整个资安 在政府来讲 不是只有资安处在做 我们是在整个 行政院制度安全汇报底下 好去协调各机关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后面所有的机关都一起在参与 相关的资源投入 相关的计划来推动 我们目前现在 我们大概做到第三个 关键基础设施防护 从108年法通过 然后政府机关的强化 到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 接下来我们希望 转产业的部分 而这个就是六大核心战略产业在谈的 所以政府做这些是一步一步去做 好 那它都有需要底下的基础 我们的优势 坦白说 我们一天遭受500多万次的扫描跟攻击 很多 但是它是我们的利基 因为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有资料可以做分析 所以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发现 攻击的样态 好 那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但是相对来讲 我们的国内的同仁 好 还有包括民众 每个都讲资安很重要 可是怎么样去真正把资安做好 其实是不知道的 所以资安事件还是持续在发生 所以我们希望做的 其实建构一个生态 政府要做的是底下的法规规范 人才培育 资安产业跟产业对资安的需求 要让它形成一个供应链 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 那所以我们在推的是以风险管理 为核心的治安防护 不是用一千块去保护十块钱 我们在谈的是风险的管理 这个才是在我们在谈资安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精神 在主动防御的部分 我们希望把防御阵线推到外部去 不要只是在内部 我们希望在国境就把攻击挡下来 我们希望现在正在做的 是根据我们受攻击的这些资料去做分析 我们希望在攻击发起的时候就把它停止 不是到攻击抵达以后才去消灭它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做的主动式防御的概念 那整个的一个主动防御的部分 我们是依照Cyber-Kill-Chain 这样的一个阶段来做 讲这么多 怎么做 看起来都是口号 怎么做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从政府机关的角度 我们最后都要一个具体的措施 而这个具体的措施就是 国家自动安全发展方案 在现在来讲是第六期 我们整个国家自动安全方案 从一次是四年 那等于是我们之前已经二十年 深耕在资安防护的部分 那在以往资安的防护都是比较偏重技术性的 那我们从第五期以后逐渐转向至里面 我们在这一期里边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高阶人才 所以各位会听到李玉杰 李富植密在谈人才的培育 会听到李汉民 李志伟在谈人才的培育 我们希望把人才培育做起来 第二个呢 我们希望跟民间合作 不要只有政府在做 尤其在关键级有设施防护 很多都是跟民间在一起的 第三个就是主动防御 那这个部分的话技术的成分就很高 包括怎么溯源 怎么去侦测漏洞 怎么去防治整个Zero Day的部分 最后一样是怎么样提升民间的部分 我们透过TWC 希望能够跟民间有更多的一个合作 不过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简单的说 在整个国家的一个威胁跟应对的部分 我们认为其实是从落实开始 然后透游跟民间的合作 来达成这样的一个防护 以上大概就是 我跟各位做分享的部分 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跟我们说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那因为我们接下来 应该是下午茶时间 所以应该有些时间 可以让大家问一些问题 对 那现场有没有 会众想要现场提问的 对 非常欢迎可以举授提问 对 好 不好意思 请教一下 就是那个简处长 就是在政府的直战而言 那目前好像就是在国内的部分 就是对于直战有持续的经济跟规划 那未来在国际上面的部分 对于国际上面的资安的发展 我们未来会有些什么作为可以进行吗 谢谢 Official的讲 但我们跟其他国家都合作啦 那包括跟很多SERT啦 这一些大概都有在合作 这是看得到的 那另外一个呢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资料 那所以其他国家 他们希望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些资料 彼此来做合作 那也有一些资料的实际交换 好 实际上在国际合作很 的一个重点是在互信 彼此信任的建立 好 那所以在这一段 原则上 我们是open的 好 那 可以合作 我们都是会尽量去合作 那至于你问我 现在有跟哪些合作 那就不好说了 谢谢 好 谢谢提问 也谢谢处长回应 那边还有一个 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高阶人才 真人才的培育的 真卓越计划当中 比较是针对高阶人才 然后也有针对所谓的 业界人才的培训 可是现在好像有一点缓不济及 那中间的gap怎么用 然后加上现在又各行各业 都需要有资安长的设立 会不会抢更凶 政府的资安人力 已经不足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又变得 有很多的破口 然后又变成 我们就只能委外 委外之后又变成供应链攻击 然后就整个呈现一个 恶性循环的状态 谢谢 好 你戴口罩认不出来是你 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你很多次了 不会 为什么 人才的培育不是只有资安作业中心 以现在来讲 我们有针对在职的人员的培育 在职在营在学 那学校部分的培育 包括到下AIS计划的部分 从高中高职大学沿路上来 然后这是一个 那在营的部分 自动电军这个部分的强化 那对吧 然后接下来针对在职的部分 分公务机关非公务机关 那资安作业中心 它的定位是针对闲灾的研究 那它是针对有一些比较高阶的 那针对政府机关的部分 我们本身有依照它是不同层级 我们有一个职能的训练 那这些都有在做 那在教育部的部分 那在前几年开始有设立 有同一几个学校设立 资安专门的细所 那透过这样子的部分来做 那委外不是不好 现在委外会造成一个 大家觉得不是很OK的 是在于说 很多政府机关的同仁 没有去管理它 我知道各位常常会觉得说 很多政府机关的同仁 就是叫业界提供RFP 然后可能就开始去办 那这是不OK的 那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 怎么让政府的资讯 跟资安的人员 把自己的能力提升 那这样子去判断这些需求 那所以我认为这个不会 然后至于供应链的安全的部分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强化以外 其实我们在最近 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去跟不会一起 联合集合的大概五六家民间的公司 我们把这个变成一个集合的指引 联合集合指引 未来各机关 如果你针对你的委托的公司 你希望去集合它 我们这边可以让你查 这一家公司 有做过哪些政府机关 那你可以经由我们的协助做联合 组成一个联合的团队去集合它 另外一个我们针对政府机关的集合 还有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集合 集合的结果我们会送立法院 送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列出来 谁辅导这个机关 谁去验证这个机关 谁发证书 谁在维护 那送给立法院以后就代表 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 那我觉得 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希望把整个 Ecosystem做起来 这是我的看法 这样可以吗 OK 好 那我们再一个问题 我们留给线上的观众 因为我们现在同时 有线上的会众在听 对 那他们有透过线上平台提一些问 所以我挑其中一个来询问检处长 对 那 不好意思 我们先留给线上好了 对 相当抱歉 好 对 因为他比较早 他在问治安法上路后 鼓励小单位向上集中系统 那政府如何确保或帮助 这些共购系统的安全 以及保护上缴的资料 OK 资料没有所谓上缴的问题 那 这个向上集中的部分 其实推了很久 但是我认为 治安更应该向上集中 为什么 各位可以想象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四级机关 我们讲 三级机关是像署啦 警政署是三级 再往下就是四级 你看一个四级机关 其实他可能只有一个人 你要他怎么做治安 而且各位也知道 治安啊 做治安就跟开餐厅一样 没事的时候 你连一个人都嫌多 但是有事的时候 你十个人都不够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件事 你把它向上集中到部会 当我们的设计里边 是当一个部 跟所属 他把这个治安向上集中 去做管理的时候 那如果发生治安事件 部可以去调动底下的治安人员 一起来做 一起来防御 这样是一个弹性的制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与其你每一个机关 因为经费不足 做了一个系统 没有足够的防护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资源向上 其实各机关 真正自己业务相关的 系统没有多大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可以形成一部 跟所属 形成一个私有云的概念 这是可以做的 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 现在正在做的是 政府的云端使用指引 你怎么去做 怎么去挑私有云 怎么去挑公有云 你资料可不可以传到国外 这些我们会有一个指引 那另外一个 一个简单的算术 一个部假设有 一百块的预算 治安预算 它所属机关三个 各有一百块预算 这样这个部跟这三个计划 合起来有四百块预算 如果你每一个都在做 你四百块 你可能有八十块在做维护 那如果你把四百块 这些同样的系统向上集中到部 你可能维护费只要一百六 可是你从四百块的一百六十块的维护费 跟原来四百块有三百二十块的维护费 哪一个比较有效果 所以其实治安是风险管理 其中一个就是资源怎么样有效运用的管理 这样有回答问题吗 好 谢谢处长 处长待会儿有没有时间继续 有 有 那一位 那我们先放其他会众去 要喝下午茶的就先走吧 对 那我们QA时间就先到这边 让我们再掌声感谢处长来为我们演讲 对 那有问题的会众 我们可以来前面再跟处长这边交流